开局紧带着一猴一狗 就进入了荒无人烟的丛林深处 并且还要在这里独自生活七天七夜 胸肌异常发达的花姐 凭借着自己高超的野外生存技巧 不仅熟练地搭建好了临时庇护所 还自己动手制作了强力的公路 成功让她实现了野味自营 期间更是要随时与丛林里的野兽斗志斗运 花姐不仅有广阔的胸襟 还有丰处的野外生存经验 带着两个带刀侍卫 花姐来到一处河滩 这是她选择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临近小溪取水也能更方便 这里有大量的野生竹子 这是上好的搭建材料 相比于木头更加便于厨 也更加轻巧 花姐把竹子处理成合适的长骨 然后在竹子中间开出对应的骨 作为临时使用 并不需要过多的讲究 先在地面组装好框架 就可以安排它们支冷起来 四根支撑柱是粗壮的越南巨竹 其余竹子都插入事先安排好的孔洞 一个庇护所框架就已经成形 接着花姐利用杠杆人 把框架移动到水里 尽管这样会更加的潮湿 加大了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的风险 但丛林里毒虫毒蛇不再省数 所以把庇护所安排在水中间 能够有效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威胁 然后用绳子固定好几根拖梁 就能开始铺设地板 至于地板的制作就更加简单了 把小腿粗的竹子劈开 让它们打断骨头连着筋 处理掉竹节 这样瞬间就得到了一上好的竹地板 炼机不大的庇护所 只需要几块这样的竹子就足够铺满 最后再用绳子加以固定就算完工 虽然大黄和猴哥这两个带刀 是为全程围观 但有它们再也让花姐心安不少 为了庇护所的上上下下更加方驳 他又用竹子三下五除二地 做好了一架梯子 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搭建屋顶 先在四根支撑柱上砍出卡槽 然后用绳子固定两根竹子作为屋顶 支撑 稍后只需要再找来几根合适的竹子固定成框架 就算是大功告成 半个小时后 花姐抱回了一些棕榈叶 这是野外搭建的绝佳材料 用来铺设屋顶就再好不过了 先用竹条进行上下夹击 把叶子整齐地编织在一起 经过吸水的洗礼之后 就可以把它们固定到屋顶上 不大的屋顶只需要几块编好的叶子 就能起到遮风挡雨的效果 而墙壁就更简单了 把棕榈叶往上一拴 只要不四处漏风就可以 反正只是短时间注意下 一切都以实用为主 庇护所搭建完成 大黄和猴哥第一时间开启了体验模式 看似有手就行得简单 但等到做好这些事 天就已经暗了下来 花姐赶紧给自己安排了晚饭 胡萝卜牛肉盖浇饭配合拳头大的烤土豆 能让一天的消耗得到补充 猴哥也化身成为干饭后 吃的那叫一个有滋有味 干过晚饭 铺上垫子 伴着花花的水流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天刚亮 花姐就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从下游搬回一些石块 围着河滩开始堆砌 缝隙处用黄泥和河沙进行封堵 她要搭建一个简单的河堤 截断一部分水流让河滩里的水位上涂 接着花姐挖了一些粘性更好的黄土 经过揉搓让其变得更加细密 加上清水搅拌让其更具有粘性 搬来石板打 在上面开始给自己修建一个固定的灶台 方便自己后续烹饪食物 本来打算用来做烤肉的铁签 也成了县城的烧烤架 灶台搭了足足一米多高 花姐这才挺爽 趁着泥巴还算新鲜 赶紧披了木柴生上 暖灶的同时也能让泥巴加速干燥 滚滚清烟上升 这是野外安全的保障 花姐从包里取出五金牌 抹上灵魂酱料 迫不及待地就放入灶里漫红系口 而自己则趁着这时间 与狗子好好洗了个鸳鸯女 经过河堤的拦截 现在水位已经上涨了不少 放了身干净的衣服 花姐又开始做香米竹筒饭 要知道二十公斤的背包里食物 就占了十九公斤 她用行动告诉大家 想要保持好身材 就必须要吃好喝好 竹筒饭直接搞了三个 刚把米饭放入火堆 她就听见了猴哥的尖叫声 花姐赶紧闻声追赶 终于在树林里发现了 头上流血的猴哥 真不真假不假的先不说 总之猴哥是挂了彩 回到庇护所 花姐拿出不多的绷带 给猴哥安排了一脑袋 让俊俏的猴哥直接变成了阿拉伯猴 处理妥当 烤排骨也已经散发香味 取出猪筒饭 花姐就直接炫了起来 不用担心她吃不完 这只是她一顿的量 猴哥也是有模有样 虽然挂了彩蛋依然不影响她干饭 把所有食物都炫完 能量都聚集到了该聚集的地方 时间来到第三天 花姐收集了一些细小结实的藤腕 选了一根合适的竹筒 把它分成四样八叉 然后用藤腕开始编织 她打算做一个捕鱼笼 作为一个野外生存的老司机 这点手工活纳还不是手到擒来 很快一个漏斗形的捕鱼笼就完成 花姐把它放到排水口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想要在野外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制作一件衬手的武器就很有必要 一来可以保护自己 二来也可以用来狩猎 接下来的时间 花姐找来两根石心的竹子 开始用对它们千刀万剐 她要给自己制作一把母 等到竹子完全成型 在前端凿出剑槽 然后再把零部剑组装到一起 样子已经有模有样起来 花姐拿起来试了试 手感正合适 剩下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树皮制作工线 也不管这棵树是不是同意 她就开始对其剥皮抽筋 把树皮的表皮分离开来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把需要的部分放入锅里 对其充分加热 七七四十九分钟 花姐也没闲着 她开始制作剑矢 把竹子削成筷子粗细 一端尽量削尖 之后还不忘用树叶充当尾翼 增加射出之后的稳定性 等做好了七八九十根之后 锅里的树皮已经熬煮变死 花姐这才开始用其编织成绳 经过高温洗礼的树皮更有韧性 花姐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它固定到弓弩上 那么现在就还差一个发射机关了 花姐用烧红的铁丝在手柄上钻了一个孔 固定一个竹片作为发射扳机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 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件衬手的武器 搞来一截芭蕉树桩 贴上树叶作为靶心 花姐开始熬夜练习准头 直到十步以内摆发板中 这才想起查看捕鱼篓的收获 运气还算不错没有空军 虽然只是一些螃蟹和和虾 但用来下饭也是勉强能将着的 没办法包里的肉肉只够维持两天 之后就得自己想办法 经过简单的处理 就这样凑合了一顿 吃够了大鱼大肉的狗子并不领情 看来以后一起洗澡的好事 就该轮到猴哥了 猴哥头上的伤口已经结痂 又开始无休止地 拦着昏昏欲睡的大王 等着夜里看看 是不是有人偷看自己睡觉 花姐还特意装了监控 结果色胚没拍到 倒是拍到了三嫂的选方表情 好在经过狗子与猴哥的预计 这家伙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花姐也是壮着胆子出门查看 但并没有什么发现 又是新的一天 花姐起了个大枣皮柴生物 等到铁签烧得通红 将其取出敲打成鱼钩的形状 然后将铁钩磨尖 尾部砸得扁平 方便系上细绳作为鱼线使用 看着尺寸这大小 感觉花姐这是要去掉皮鞋了 绑上一根竹竿 刚好鱼楼里有两条小绵鱼 于是他们就遭了罪地被当成了鱼饵 准备妥当花姐沿着河水往上走 狗子也一路跟障 缝壳过河玉水淌水 来到一处深潭 花姐看到了那个昨夜的不速之渴 掏出水下摄像机 经过仔细寻找 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地 没有轻举妄动 拿着一根鱼竿来到头顶搞偷袭 另一根则放在了另一边 用石头压着固定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能不能有活权看命 时间也不早了 回到庇护所烤火取暖平稳度过这一天 第二天 花姐带着两个侍卫外出 是时候检验自治公母的威力了 在林子里左右穿梭 终于发现一只野生野鸡 箭矢上膛 悄悄咪咪地靠近 可是一连发射好几只 一根野鸡毛都没打中 倒是在草丛里 无意间发现了很多豪猪刺 花姐有了新的打算 来到河边对箭矢进行二次加工 她要让豪猪刺成为新的剑剑 二话不说的给旁边树干就来上一刀 流出的白色枝叶就是天然的胶水 把豪猪刺与箭矢粘在一起 这样和二为一的新箭头更有杀伤力 花姐试了一试 威力提升了两三倍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身材太过于眨眼 所以花姐在野鸡经常出没的地方 选了一处隐秘的角落 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埋子 完全遮盖住身影 只流出弩剑时刻瞄准着 现在开始守住待机 只过了三十分钟 一只毫不知情的野鸡就出现在视野之中 又是几次连发 依然没有收获 看来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直到狗子过来加油打气 这一次终于一发入魂 花姐赶紧跑步去捡起战利品 这只野鸡个头非常大 看来又可以美美地炫上一顿了 随着灶台里青烟升起 等待野鸡的免不了又是一番宽衣解带掏心掏肺 花姐砍了一片芭蕉叶 看这样是应该是要做叫花鸡 果然 昆昆被洗进身子 用芭蕉叶包裹了好几层 随后就是搞来泥土进行黄袍加身 彻底覆盖之后 被花姐放进了炭火里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烈火加持 鸡胸已经被炼化成仙 留下一副皮囊为花姐裹付 看着她的翘臀 花姐忍不住搓了搓手 直接切下鸡腿开炫 看得出来这鸡肉很有嚼劲 整整一只鸡很好地补充了 今天消耗的能量 第六天早上下了一场大礼 花姐与侍卫们只能躲在庇护所休息 等到雨停已经是下午 饿了半天还是要出门打野了 没有选择继续埋伏野鸡 今天打算换换口味 一路沿着小溪而下 每一块有嫌疑的石头都被花姐搬开 只为了寻找那个叫和谐的家伙 饭也不是白吃的 上百斤的大石头花姐也能轻松搬动 只是可惜没什么收获 终于在河边泥地里 发现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口 也不管里面住的是啥 花姐直接上来就是一记回首套 再一米多深的洞里 经过几回合的拉扯 有了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一只巴掌大的河蟹倒了霉的被扯出家门 有了这次经验 花姐显然熟练了很多 一只接着一只的螃蟹被擒拿 这时突然听到了大黄的惨叫声 心智不妙 花姐赶紧闻声赶去 经过树林里的一阵穿梭 眼前的一幕让花姐大惊失色 一根两米长的辣条 缠在了大黄身上 怎么也摆脱不掉 好在花姐眼疾手快胆大欣喜 最终成功解救了大黄 而辣条也顺理成章地 成了今天的主菜 又是经过一番剥皮抽筋 掏心掏肺 顺滑的手感清洗起来 也颇为顺手 找了一根竹竿清洗干净 从中破开 把辣条牢牢地固定在上楼 这真是意外之喜 花姐赶紧升上了 给辣条撒上辣椒面让其更辣 然后就可以放进灶台里旋转跳跃 一旁的螃蟹目睹了这一切 吐着泡泡表示着抗力 等辣条烤制五分数 花姐忍不住开始炫起来 这可比干巴巴的螃蟹上口很多 一口下去就是一片半米长的正宗辣体 直接爽到了骨子里 狗子不爱吃 猴哥却来者不拒 等到炫完已经天黑 又能美美地睡上一觉 随着最后一天的到来 这才想起狗子心灵受了不小的伤害 夜里开始发烧 象征性地给她搭了一块抹布 花姐就独自外出 在山里采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草药 回来洗净捣碎 塞进竹筒放入灶台凹煮 自己则抱着狗子安慰起来 看到此处 我的内心仿佛也受到了暴击 急需被人抱在怀里安慰 等到竹筒里草药烧开冒泡 散发着带有药性的水蒸气 花姐就开始对大黄进行物化治疗 一个疗程结束 大黄依然躺得瑟瑟发抖 花姐则用竹竿配合匕首剪干 做了一根长毛 她再次外出 她想要寻找那只丛林大蜥蜴 看看能否解决掉这个隐藏的危险 经过好一番的寻找 终于发现了那个家伙 花姐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慢慢靠近 却发现她被一块蓝色的阔网都紧紧地束缚着 不能动弹似毫 看起来她已经被困虚强 花姐没有趁人之危 经过了好一番拉扯 她壮着胆子将其抱到开过嘴 解下竹竿上的鼻手 给大蜥蜴松了绑 尽管如此 这家伙还是不愿意被别人禁声 双方达成了和解就此离开 花姐也希望此后再也不要见到这家伙 回到庇护所 趁着天还没完全黑下来 花姐用藤蔓给自己编织了一只篮子 因为今天还没有吃什么东西 肚子实在是有些饿 她顶着头灯来到水里 希望利用篮子捕捉到一些小鱼小虾 经过一番勾心斗角 花姐也成功抓到了很多和虾 虽然数量少 但营养丰富 勉强能够补充身体一天的消耗 把他们整齐排练 架在火堆上练花 直至两面金黄 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始炫起来 大黄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好准 吃完为数不多的和虾 花姐又抱着大黄睡去 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现在已经是第八天 自己在野外生活七天的挑战圆满结束 考虑到大黄需要及时就医 花姐一大早就开始收拾行李 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七天七夜的地步 随着花姐的离开 视频也就来到了尾声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给你一百万 让你跟花姐一起在野外生活一年时间 那么你愿意吗 这才是最结实的庇护所 因为它搭建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 虽然外面天气动手动脚 但里面却是暖和的一匹 男人不仅用石块垒起了简单的壁炉 更是能在上面烹饪美味的监狱 让在外漂泊的老哈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更何况还有狗兄在外面24小时站岗 直接安全感拉满 由于老哈对自己的狗子比对老婆还好 这让老婆粗意大发 一气之下把他扫地出门 老哈只能带着狗子外出单单 经过长途跋涉翻过山岗 气候逐渐寒冷 地面已经结冰 加上此时天空下着小雨 找到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就很必要 好在老哈欧皇附体 很快就给他找到了这处巨石的家缝 没有一点犹豫 当即就决定在这里安家 其他什么的都不着急 找点干柴生火取暖时耽误至极 刚好十缝中有一处凸起的平台 作为天然的壁炉生火做饭就再好不过 随着火苗的生气 老哈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给自己先烧上一壶水 然后开始对石缝里多余的石块进行清理 他要腾出一个地方作为晚上睡觉的地方 因为这里稳妥是稳妥 但面积实在是有点小 活没干多少 老哈就已经饿得不行 搞了块木片简单地削出一个勺子 就从包里摸出一个牛肉为罐头开旋 当然作为难兄难弟的狗子 自然是要永福同享的 随后倒上一杯滚烫的开水 冻僵的身体才又有了知觉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 老哈赶紧外出扛回几根木头 等他回来是天色就已经暗了下来 今天实在是有点摆烂的嫌疑 现在只能搞些木头垫在地上 然后再铺上防水垫将就一晚 虽然睡上去多少有些隔音 但好歹不至于淋雨 老哈辗转难免感觉还是有些冷 于是他拿出一块遮羞布 固定在石缝上方 挡住正面的风口 配合里面火焰的温度 这才让他安然地度过这一晚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阳光明媚 山上的积雪融化汇聚成水 成了老哈的天然取水地 烧上一壶水取下遮羞布 今天他决定不再摆烂 好好地整理一下庇护所 昨晚睡得实在不怎么舒服 所以第一件事就要重新搞个床铺 把木头聚成短节 横着整齐摆放 这样躺下去试了一时 果然舒坦了很多 随后他又找来两根木头 把它们立在门口作为门框 简单地固定好框架 老哈从附近搬来一些石块 期间狗子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却是他最好的陪伴 把石块码放到门框边缘 让大小不一的石头 都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尽量堵住敞开的石缝空隙 简单地砌出一面墙壁 昨晚的寒冷 他不想再感受第二次 为了不走漏任何一点风声 老哈又在附近收集了很多苔藓 填充到石块的缝隙里 随后又才重新裁剪了遮羞布的尺寸 把它固定到门框上之后 保密工作这才到位 之后又把后方出烟口的位置打理一番 只要能保证氧气的顺利流通 自己不至于惨死在里面即可 剩下的时间 老哈批够了晚上所需的木柴 那么现在是时候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 随着锅里的油滋滋作响 老哈取出几条肥美的鱼放入锅里煎炸 这是从家里带出来为数不多的美食 一定要炸至两面金黄 这才开始炫起来 与相依为命的狗子一人一半 吃饱过后还是外出打了一壶水烧上 因为现在天色已经不早 老哈又仔仔细细地检查是否有漏风的地方 这才钻进暖和的石缝内部 因为里面空间只够容奈一个人 所以就只能委屈狗兄在外面守夜了 看似简陋的庇护所实际上却是稳如老狗 老哈安详地睡去 看起来他已经习惯了流浪的生活 并没有回家的打算 能干的女人他又来了 如果你也想打造一间这样精致的竹楼 那么请跟着容妹一起 她会手把手地教你从无道友开始搭建 由于身材太好 上班不是被男同事搭讪 就是被女同事排挤 容妹一气之下辞职回家 发挥她的手工特长 在树林里开始搭建一间属于自己的竹楼 如果效果好的话 那么这里将作为自己的定居点 容妹选了一处相对平坦的空地 稍作清理在地面测量出竹楼的地基位置 插上木棍作为标记 然后就开始了挖掘工作 这些坑洞稍后要打上立竹 作为竹楼的支撑柱 立竹容妹没有选择用木头 而是使用了比大腿还粗的越南巨竹 这种竹子又粗又长 非常坚固 容妹很是喜欢 并且重量比起木头要轻上不少 让娇小的容妹也能轻松搭建 把竹子处理成需要的长度 一端砍出合适的凹槽 清理掉竹节之后就能安排他们支冷起来 空心的竹子即使是一个人也能轻松抱起 插入挖好的坑洞压紧夯实 作为支撑柱的竹子也都是选择最粗的几根 接着在立竹的旁边 容妹又插入了几根较短的竹筒 上面已经制作好了凹槽 方便之后的搭建 为了隔绝地面的湿气 所以竹楼的地板必须要与地面有一定的间隔 给几根紧挨着的竹子上打上口 再用竹子做成的销钉进行加固 然后容妹就开始了拉着运动 量好尺寸再将竹子锯断 这些竹子将要用来搭建底部框架 由于支撑柱上早就开好了凹槽 所以现在就只需要简单地放上去就行 等到框架上整齐地摆放好了五六七八根竹子之后 就可以用铁丝捆扎固定 而制作地板的竹子需要更多 这让容妹直接拉扯了大半天 把相同长度的竹子从中破开 一分为二分为四再分为八 直到它们变成一根根细竹片 把每根竹片上的竹节都清理干净之后 就可以把它们平铺在框架之上 然后在两端钉上竹片用钉子进行固定 虽然主打一个零成本 但也剩钉子这点小钱还是该花则花 很快地板已经铺了一半 把多余的边角处理掉 接着就是另一边 方法和之前的一样 为了更加稳固 中间的位置容妹又加了一根竹片进行加固 地板完工之后 就能开始搭建竹楼框架了 立住顶端的几根横梁相对简单 因为之前已经开好了凹槽 其余部分还需要容妹先量好尺寸 再免不了的一番扩胸运动 然后每根竹子的两端钻出小绑 这是方便之后的捆扎固定 因为没有制作损某结构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利用铁丝捆绑 尽管如此容妹还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尽量让每根铁丝绷得更紧 以免中间的框架不给面子的掉落下来 而顶部横梁处也需要安排上铁丝 为此容妹还专门借了一架梯子 正面除了搭建框架 还需要留出大门的位置 等到四面墙都绑好了竹子 竹楼的框架就已经完成 现在也已经有了房子的大致模样 稍作休息 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搭建屋顶框架了 挑选了一些较细的竹子 量好尺寸之后开始拉扯 等到数量足够之后 还要在每根竹子的一端钻孔 然后每两根一组的用铁丝进行串联 不用捆得太紧只需要让它们连接 准备工作做好 就能把它们直接安排到屋顶 搭在横梁上作为船子使用 随后调整好每一根的间隔距离 还是用铁丝进行固定 完捆绑这一块绒妹现在已经非常熟练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全部搞定 这还没完 荣妹搬来梯子间扛铁丝来到屋顶 把一根根长长的竹条横着固定在上面 编织成简单的网格结构 方便之后瓦片的铺设 这边刚完工 天空就下起雨来 荣妹也趁空休息一下 雨停之后 她又紧接着抱回来大量的棕林液 本着能白调就绝不花钱的原则 这将是用来铺设屋顶的材料 当地有大量的屋子都使用了棕林液充当瓦片 能够有效地起到遮风挡雨的效果 并且还经久耐用 最主要的还是不要钱 先把它们从中间对半撕开 然后用竹子撑到屋顶上做准备 接着荣妹才爬上屋顶 一片一片地进行整齐铺设 而棕林液的叶片也能被当作绳子使用 实在是方便又实用 一层叠加着一层 要保证大雨来临时能经得起折腾 经过荣妹的巧手 很快整个屋顶都已经长出了原亮色的头发 把屋子里简单打扫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她剪一个好看的发型 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响起 预示着屋顶就要迎来第一波考验 荣妹手起刀落 把屋顶边缘的叶片修理整齐 避免刮风下雨水滴乱飞 还没彻底完工 天空就下起大雨 看起来屋顶质量很过关 竹楼地板依然干燥 这场雨下得很持久 等到雨停已经是几天后 荣妹这才开始继续劳作 现在要准备制作墙面的竹片 尺寸是早已经拿捏到位 先在框架上下个固定好两根木条 中间留出缝隙 这样就能把竹片一块块地镶嵌进去 这样不仅牢固 而且还能最大程度地节省钉子 况且安装起来也是异常的简单方便 直接是有手就行 竹子的柔韧性也为最后一块竹片的顺利安装提供了方便 很快的第一面墙体就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是除了正面的其他几面墙面的安装 有了方法和事先的准备工作 效率就能提升一大截 仅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已经全部搞定 看似简单的墙壁虽然不能阻挡萧小之辈 但能有效地防御一些野兽的袭击 湿热的天气要有足够的通风 所以墙面低上半部分 绒妹没有进行密封 而是用竹片斜着固定成网格的围栏 通风的同时也有了更好的采光效果 并且这样一来还能提升整体的颜值 虽然也是个有手就能行的工作 但干起来还是非常费时费力 因为每一根竹片都需要用钉子进行固定 这也足足花费了绒妹一整天的时间 等到终于完工之后 这才开始打造竹楼的正面墙壁 作为竹楼的门面 自然值得绒妹多花一些心思 挑选了一些粗细合适 并且长得顺眼的竹子 经过测量得出长度 绒妹又开始了拉着运动 竹子准备妥当之后 则开始在巨竹脱梁上开出大小合适的孔洞 不仅如此 每一根细竹竿上也要凿出小孔 现在虽然比较繁琐 但这也是为之后的安装方便做准备 那么现在就能直接进行拼装了 把每根竹子都插入自己对应的孔洞里 一块造型别致的框架就出现在眼前 中间的位置则插入早就准备好的小竹片 经过绒妹这么一搞 竹楼的整体颜值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另一边的墙面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制作 现在就剩下上半部分的设计了 显然绒妹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经过拉扯 把竹子锯成长短不一的竹筒 把它们按照长短顺序横竖结构的固定上去 看来绒妹是懂得留白的用法的 只需要在四个角上钉上竹筒 那么中间位置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两扇精致的窗户 虽然现在屋子部分已经算是完工 但门廊的位置 绒妹还是打算安排上围栏 沿着门廊边缘开始挖坑 把长短合适的巨竹插入坑里 再安排上一根栏杆 这样就得到了一圈简单的围栏 牢固牢固地先不说 至少看上去的确是好看了不少 当然对于离地半米高的竹楼来说 安排上一个简单的梯子就显得很有必要 绒妹挑选了两根比她腰还粗的竹子 用它们来作为支撑 再一端开出卡槽 中间则开出一些菱形的孔洞 用来安装梯板 至于梯板绒妹没有过多讲究 直接找了几根原生态的木头 把它们进行简单的拼装 一个非常可靠的楼梯就大功告成 那么到了这里 这间竹楼的搭建也到了尾声 老铁门是不是已经学费了呢 绒妹自己显然很是满意 按照她的说法 之后她还会在此基础上建造出一个萌场 会迎来很多的小可爱